歡迎失敵頂尖投資秘級 最近這屆氣勢如虹 三天之內可以升到接近50元 這是短期內很罕見的現象 絕對不是因為隨機 也不是技術走勢所致 是因為基本面有所改變 說的是聯儲局放風 可能今年內會減息 到底什麼觸發他們這樣想呢? 原因就是貿易非常緊張 我們看到特朗普在中美貿易戰 未完全解決之際 又要在墨西哥開一條新的戰線 導致大家都很擔心經濟衰退 而事實上最近全世界很多地方 不同種類的PMI走出來 很多都是跌穿50成衰分界線 顯示製造業萎縮 我們看到美國的十年期國債債息 也跌穿了三個月的國債債息 也形成了一個現象叫做利率倒掛 也暗示經濟衰退的機率很高 我們再看一看 就是這個十年期國債債息 已經跌到兩厘附近了 剛剛最新彈了一點 就是2.123% 也都是低過Fact Fence Rate 聯邦基金利率的 這個現象過往非常少見 最近幾次包括98年 00年和07年 這個年份全都是金融危機 包括900亞洲金融風暴 00是科網股爆破 還有之後有金融海嘯 可以看到經濟衰退似乎沒有辦法避免 但是連儲局都極力去做一些事情 延長發生的時機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樣的情況下 金價是一定會升的 但是我們也要留意 1326.6這個重要位置 如果金價站穩 才可以繼續上去1351 否則這個減息的效果 可能會傳導到股市 大家都掛著炒股票 而不炒金 金價可能會因為這樣 而縮到1300邊左右 以上投資策略緊攻參考 投資者一定要量力而為 多謝大家